你现在有了父亲 我这个当父亲的 就不敢教训你了是吗 我今日就好好教训教训 叶章大人 莹子 我来接你回家 但好像我来得不是时候 又好像是时候 这正是时候呢 六龟爷 你用饭了没有 要不然先坐下来 用个便饭 万人 饭也是没法吃了 咱们就回去吧 四姨姐的小娘背了人命 我觉得不宜再出现在玉清冠里 更不适合再出现在盛家的族谱里 你又跑来胡说些什么 这 这 这怎么能行呢 这好歹也是为我们圣家 添了难盯的 这怎么能送 岳长大爷 我家娘子 我家娘子 为了盛家的名声 为了她哥哥的公民 姐姐的清誉 一直赢人 做人嘛 你疼疼别人 别人也疼疼你 既然这样 你们反倒拿她的慈悲心肠 来要挟她 这不太合适吧 况且 长风兄弟 日后也是要科考的 若他有一个杀人犯的命迹 只怕说出去也不好听吧 你们夫妇俩 说是就是 闭嘴吧 走吧 不进去了 有人护着她的 我进去做什么 我把盛家这一头 料得好了 她自然什么都好 咱俩 我尝尝 这是秋生和彤总混合 新出的我也是 怎么可能 你小涛和单机都喜欢吃 我给她们有个酒吧 你呀 你看 向来算得定 坐着来 我从来没见过 你今天这个样子 现在才发觉上当呢 你微弱的样子 我喜欢你 你这么把扈 你人撕破脸的样子 我也喜欢 不对 更喜欢 现在想想 你从前算得定 是因为你心里 根本就不在了 可是你对你的母亲的爱 是最深的 我听着呢 你为你母亲说的那些话 看着你为你母亲 做的那些事 我自己想想 我已经没有机会 为我的母亲做任何事 你为她做了 她最想做的事 是啊 我为她真的能够你 不 你能平平安安长大 就是她最想做的事 我又想让你死前 记得我 你以为她的 需要她的房屋 也是同样的心愿 这么多年 往手镯顺眠 也是为了她心愿得罪 这段男人 用在扬州城的大街上跑着 跟我说你母亲快不行了 我看到你满手满脸的血 你就下去了 我的母亲也是因为生孩子 丢了血鬼 那个时候看着你 我就会看到我自己 所以你带我去雨滚 替我去找郎中 还带我去柱林青霜 我心里我是感激你的 你以前都是叫阿娘的吗 为什么现在叫小娘啊 她不让我叫她阿娘 说着你一份见语 说在我心里 她就是我母亲 小娘在离子前 逼着我改了称子 说 只有这样 我才能再盛家活下去的 我叫她悠久 我一个人 是 她有什么 你叫她悠久 我叫我悠久 你叫她悠久 我叫她悠久 你叫我悠久 你叫她悠久 她是一种尴尬的武器 我自然敢叫她悠久 谢谢大家